由台湾、美国、以色列和西班牙四个国家共十八位的研究者 历经了四年以汉语、英语、西伯来语、西班牙语四种语言比较的脑造影证据 发现人类在处于不同的语言的阅读还有书写的时候 都在左脑运作 学者说有人会认为中文是象形文字 所以会在右脑处理 而这是比较严重的迷思 关于大脑的奥秘还有很多值得深入研究